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之前我曾經分享過Wi-Fi路由器該如何選擇 在當時我曾經說過 Wi-Fi 6的路由器價位還偏高 如果沒有特殊需求的話 並不需要特別選擇Wi-Fi 6的路由器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Wi-Fi 6已經逐漸普及 入門的消費機種也陸續推出 價格也來到了一般消費者 足以負擔得起的價位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Wi-Fi 6相對於Wi-Fi 5 有哪些更厲害的地方 以及為什麼你需要選擇Wi-Fi 6 同時也會分享我自己的實測結果 首先Wi-Fi 6的最大傳輸速度更快 應該是不用多講 以理論速度來講 可以說是提升了快三倍 雖然這只是理論的最大值 但是速度的提升還是會相當明顯 不過如果你都是一般的上網 看影片玩遊戲的話 最大速度還是受限於你的網路服務公司啦 Wi-Fi 6的傳輸速度 已經是遠超過於常見的 100Mbps 40Mbps 跟300Mbps 100Mbps了 所以在速度方面 基本上是十分夠用的 不過Wi-Fi 6並不是只有速度的提升 就連延遲的狀況也是有所改善 可以讓更多的設備同時連接 這主要歸功於新的MuMIMO 和OFDMA的技術 我會用比較簡化的方式 來說明一下這些技術 因為是比較簡化的方式 所以有一些小細節會和實際狀況不太一樣 但是概念會是差不多的 重點在於讓大家可以了解這些技術的運作 MuMIMO是可以讓多個用戶同時傳輸的技術 在以前沒有MuMIMO的時期 雖然路由器可以被多個設備連接著 但是傳輸資料的時候一次只能傳輸一台設備 所以資料的傳輸是大家輪流傳 你可以想像是一間餐廳只有一個服務生 而餐廳裡面有三桌的客人 服務生收到客人的點菜單之後 會在這三桌之間輪流出菜 所以每一桌的菜跟菜之間會有一個延遲時間 這個延遲時間就是服務生去送別桌的菜了 所以早期的延遲時間是比較長的 而MuMIMO則是同時有多個服務生在服務 所以延遲時間就會比較短 其實Wi-Fi5的標準就有支援MuMIMO了 但是那個時候只支援下載的時候使用 上傳還是要排隊的 所以Wi-Fi5的MuMIMO你可以想像成 每一桌都有一個服務生在負責上菜 但是全部只有一個服務生負責點菜 所以上菜的時候可以三桌同時各有一個服務生上菜 但是點菜的時候 還是要由那一個負責點菜的服務生輪流點菜 雖然速度會比起沒有MuMIMO的時期來得快 但還是會有所延遲 而到了Wi-Fi6則是新的MuMIMO技術 不僅僅是下載連上傳也支援了 所以就真的是每一桌都有自己的專屬服務生 不論是點餐或者是上菜都是立即性的 不需要再等別桌處理完才輪到自己 也因為這樣 Wi-Fi6在延遲的這個部分是比Wi-Fi5表現更好的 另一方面 Wi-Fi6能起來的服務生也比Wi-Fi5更多 Wi-Fi5最大能支援到4x4的MuMIMO 相當於最多能同時服務4桌的客人 而Wi-Fi6最大能支援8x8的MuMIMO 相當於最多能同時服務8桌的客人 不過實際能支援到幾乘幾的MuMIMO 還是要看路由器本身的設計 並不是每一台Wi-Fi6路由器都能支援到8x8 就算路由器有支援 現在多數的設備也都還無法支援到8x8 而且並不是說它是8x8 就只能給8個設備連接 實際上是可以給更多設備連接的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這只是簡化過後的比喻 實際的運作是更加複雜的 只是希望透過比較簡單的比喻 來讓大家更容易了解 除此之外 如果你連接的設備也有支援MuMIMO技術的話 就可以用更快的速度進行資料的傳輸 例如你的設備如果支援2x2的MuMIMO 那你就可以想像成有兩個服務生同時在服務同一桌 所以上菜的速度就會比只有一個服務生的時候快兩倍 如果你的設備跟路由器都有支援8x8的MuMIMO 那就相當於8個服務生都在服務同一桌 傳輸上就會比只有一個服務生快上8倍 總而言之就是Wi-Fi6的速度更快延遲更低 再來要講到的就是OFDMA這個技術 以前在Wi-Fi5使用的是OFDM 你可以想像成有一條8線道的馬路 然後每一線道會有一台貨車在跑 每一台貨車只能運載一種東西 所以第一線的貨車可能載的是文字聊天的資料 第二線的貨車可能載的是看影片的資料 第三線的貨車可能載的是網頁瀏覽的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都沒辦法塞滿一整台貨車 這時候貨車一趟路到終點卻只載了一點點的資料 就會導致空間的浪費 但是在Wi-Fi6的OFDMA技術來講 它就是不分線道把每一台貨車都塞滿送出去 這樣可以讓整個資料傳輸更有效率 減少空間跟時間的浪費 藉此也可以增加傳輸的速度並減少延遲的時間 另外在Wi-Fi6上採用了Long DFDM Simple的發送技術 可以有效提升傳輸的穩定度 在比較遠的距離以及障礙物比較多的時候 能夠有效加強信號的傳輸 增加Wi-Fi的有效覆蓋範圍 這個是我覺得超有感的部分 我的工作室在公寓的三樓 自從換了Wi-Fi6之後 我居然可以在公寓馬路對面的公園收到我的Wi-Fi 中間隔了好幾道牆跟一條馬路 雖然速度只有5Mbps左右 但已經讓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了 除此之外我有做過實測 我帶著TP-Link的Archer AX50 去我的老師家做測試 他家是透天的 網路是100Mbps 40Mbps 原本的Wi-Fi5路由器是在二樓 這時候如果在一樓測速的話 2.4GHz是下載37Mbps上傳34Mbps 5GHz是下載7Mbps上傳7Mbps 可以看得出來在Wi-Fi5的網路之下 5GHz的表現真的是非常差的 後來換成Archer AX50的Wi-Fi6路由器之後 在一樓同一個位置進行測速 2.4GHz是下載39Mbps上傳42Mbps 5GHz是下載71Mbps上傳37Mbps 在5GHz的表現真的是進步超級多 撇開感受差異不大的最大理論速度跟延遲來講 我覺得Wi-Fi6最讓我覺得值得使用的地方 就是這令人滿意的涵蓋範圍跟速度了 再來就是Wi-Fi6有著BBS Carlisle的著色機制 它可以讓資料在傳輸的時候明確的知道要傳到哪 減少其他訊號的干擾 雖然現在無線設備越來越多 同頻段的訊號難免會互相干擾 有了這個著色機制可以讓訊號更加穩定 也是Wi-Fi6的一大特色 最後就是Wi-Fi6的路由器安全性會更高 它採用新一代的WPA3作為設備連接的加密協議 降低了訊號被擷取分析的風險 再綜合幾個剛剛提到的優點 我覺得如果現在要買路由器 在預算許可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開始考慮Wi-Fi6的路由器了 一般連接設備不多 然後下載網速大概在100-300Mbps的話 可以考慮挑選入門的AX1800系列 那如果連接的設備稍微多一點 又或者是網速有到下載1G的速度 甚至是有需要使用到內網的話 就建議至少要挑選AX3000的系列 而AX3000以上的機種 目前比較適合專業人士購買 基本上這些人都有能力判斷自己要買哪個型號了 應該就不需要我多說些什麼 那麼接下來讓我來跟大家介紹 前陣子新上市的一台Wi-Fi6路由器 TP-Link Archer AX73 這台是由TP-Link贊助的 TP-Link在過去的9年裡面 無線網路產品市占率都是第一名 這台AX73是屬於AX5400等級的路由器 功能非常的齊全 就讓我來跟大家好好地介紹一下 它機身表面是菱格纏封的散熱孔 搭配不對稱黑磁盒又多邊形的外觀 走的是東方產液的設計 機身具備了高達167平方公分的散熱面積 可以讓機器充分的散熱 提升使用的穩定性 天線的部分使用了6支天線 並且有波速成型和4G4R的結構結合 讓路由器能針對設備所在的方向集中訊號的發送 讓訊號的強度更加穩定 正面則可以看到各種的LED指示燈號 在背面的部分 它有LED指示燈的開關 還有WPS以及Wi-Fi的開關 另外還有一個重置機器的按鈕 再過來就是4個Gigabit的LAN孔 以及1個Gigabit的WAN孔 最後則是電源開關跟電源插孔 在LAN孔的部分有支援靜態電路聚合 允許兩個LAN孔串接 對於其他支援聚合的設備來說 可以達到更好的傳輸速度 在側面這邊還有一個USB 3.0的插孔 可以讓你透過網路來讀取USB的設備 作為一個多媒體或FTP的伺服器使用 除此之外它使用的是1.5GHz三核心的CPU 能夠確保運作的效能進行穩定的輸出 也能夠自動調配頻段 讓設備獲得最好的使用性能 同時也支援我們剛剛說的Mu-Memo以及OFDMA技術 在Mu-Memo的部分支援到4X4的規格 另外還可以透過Airtime FanLess來提高網路效率 以及透過DFS來擴展可用的頻道 讓頻道的使用更有效率 因為它是AX5400的等級 在5GHz最高能支援的理論速度 是4804Mbit的速度 當然要能跑到這個速度 你的設備也必須要有支援 另外官網上也有提到 它可以同時連接200個以上的設備 對於我們一般家庭或工作室使用來講 絕對是綽綽有餘的 另外它有一個HomeShield的功能 可以防止外來的DDOS攻擊 也可以提升聯網設備的安全性 另外也有家長監護的功能 可以管理上線的時間 並且封鎖瀏覽不當的內容 對於有小孩的人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其實它的功能真的太多了 還可以針對訪客設置一組訪客專用的網路 針對流量進行管理 避免某一個設備吃掉大量的網路支援 也可以設定重新啟動的時間 提高機器的穩定性 同時也支援MOD的使用 對於專業用戶想要設定Net轉發 或者BDNS都沒有問題 另外還有OneMesh的設計 可以跟其他搭載此技術的TP-Link路由器 組成Mesh網路 讓使用者在移動中無縫銜接每一個路由器 對於透天或者比較大空間來講 是蠻方便的 最重要的是它的設定非常簡單 只要透過Tether APP 動動手指頭就可以輕鬆完成設定 還擁有三年的保護 一年內可以直接換行 在使用上是可以非常放心的 整體來講 AX73真的是一台針對專業用戶CP值蠻高的路由器 如果你預算真的沒那麼高 但是又想踏入Wi-Fi 6的世界的話 TP-Link還有AX10跟AX20的入門級可以選擇 速度上分別是AX1500跟AX1800 在預算比較沒那麼高的情況下 也是可以列為首選的 這次非常感謝TP-Link的贊助 讓我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Wi-Fi 6的一些小知識 正好我電影的路由器還在AC1200 就趁這次把它換成這台 TP-Link Archer AX73吧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分享無損於己有助他人 我是雨 我們下次見囉